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最快9月降息 游望減輕貸款負擔 加州零售盜竊猖獗 紐森簽署新法打擊盜竊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有黑客組織聲稱 已經竊取美國民眾高達27億項信息記錄 包括社安號和住址 並將這些信息放在黑客論壇上售賣 來看報導 根據報導 幾乎每個美國民眾的個人信息可能都已經被洩露 今年4月 名為USDOD的黑客組織 從美國國家公共數據公司 竊取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數十億人的個人信息 包括住址 出生日期 電話號碼 甚至是社安號 此前 這個黑客組織將盜取的信息放在黑客論壇上 以350萬美元的價格吸引買家 但之後將大部分信息免費公布在網上 至於多少人受影響 目前還不得而知 但網絡安全公司Pentaster整理了資料庫 民眾可以在線搜索 查看個人信息是否外流 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自己的名義貸款或開信用卡 安全專家建議消費者可以免費凍結三大信用機構 Experien、Aquifax和Transunion的信用檔案 而凍結和恢復的手續都可以在網上完成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加州州長紐森週四宣布 在未來幾週內 加州居民可以在蘋果和谷歌的電子錢包中 保存他們的駕照和身份證 很快 加州居民就可以在智能手機的電子錢包 加入駕照和身份證 加州州長紐森在週四的聲明中表示 將與蘋果和谷歌合作 在未來幾週內 開放民眾直接在手機 和智能手錶等裝置上添加電子駕照和身份證 保存在蘋果手機和安卓手機中的電子駕照或身份證 可以方便民眾在特定的企業 運輸安全局、機場安檢 以及特定應用程式中驗證身份 這項功能是加州車管局去年推出的 電子駕照試點計畫的一部分 不過 電子駕照雖然更方便驗證身份 州府還是要求民眾隨身攜帶實體駕照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曰熙總和報導 近年來 美國人因為高利率被受打擊 隨著通脹減緩 美聯儲最快會在9月降息 這對於想要買房買車的民眾是個好消息 經過了兩年多的高利率 投資者和經濟學家預測 美聯儲將在9月的會議上宣布降息 根據CMEFatwatch的預測 美聯儲將在9月降息50個基點 並在年底前多次降息 聯邦基金利率預計將達到4.3%左右 對於想要買房和買車的消費者而言 降息會減輕貸款壓力 但房地產網站realtor.com的經濟學家徐嘉宜表示 雖然9月降息是個很好的開端 但後續抵押貸款利率的下降幅度 並不會太顯著 因為市場會在降息的過程中定價 此前 美聯儲希望通過抬高借貸成本 來抑制企業和民眾的消費 但又不至於出現經濟衰退 從而達到經濟軟著陸 到目前為止 美國經濟並沒有出現衰退的現象 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抑制 但最近失業率上升 再次引發人們對經濟衰退的擔憂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加州今年已經有近900人 因零售盜竊被捕 週五上午 州長紐森簽署了十項法案 希望對累犯實施更嚴厲的處罰 為了打擊加州的零售盜竊 州長紐森週五在北加州簽署了十項法案 希望對累犯實施更嚴厲的處罰 包括加重重罪指控和延長監禁刑期等 加州盜竊案的數量一直居高不下 打砸搶和團夥零售盜竊 更是眾多企業面臨的威脅 州長辦公室公告稱 今年7月加州有167名零售竊賊被捕 比6月增加了一倍多 今年則累計已經有近900人因零售盜竊被捕 其中已經有超過700萬美元的髒物被追回 這一系列法案的打擊對象 包括連環盜竊、貨物盜竊、汽車盜竊和髒物銷售等 多種盜竊行為 並將允許執法部門和地區檢察官提起訴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週四 美國21個州的總檢察長 致函中國電商特母管理層 要求特母就涉嫌非法收集用戶信息 違反強迫勞動法等作出解釋 週四 佛羅里達、喬治亞、愛達河等 美國21個州的總檢察長 致函特母聯合創辦人孫琴、 特母母公司拼多多董事長陳磊 表達對特母商業行為的擔憂 線中列舉美國眾議院 對中共委員會的證據顯示 特母違反美國禁止使用 新疆強迫勞動的法律 讓強迫勞動的貨物通過特母進入美國 多年來 中共在新疆實施了強迫勞動與種族滅絕 其強迫勞動的商品遭到民主國家封殺 蒙大拿州總檢察長克努森表示 特母的商業行為和與中共的明顯聯繫 令人深感不安 信中說 特母的行為 還可能違反蒙大拿消費者數據隱私法案 總檢察長們要求 在未來30天內 特母必須回答是否收集了美國消費者數據 如消費者偏好、生物特徵數據、政治傾向、健康記錄、 種族、宗教或性別等 信中還要求特母說明 中共官員及其關係企業是否曾要求 特母提供所收集的美國公民數據 以及該公司是否曾向中共提供任何信息 上個月 阿肯色州也對特母提起了訴訟 該州總檢察長格里芬警告 美國人應警惕使用特母應用程序 因為其真實業務是數據盜竊 新唐人記者于良 榮譽綜合報導 過去的一年 高房價和高利率 讓許多想要買房的美國人不得不推遲實現美國夢 不過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讓人們看到了一線曙光 週四 房地美公布了最新的30年期房貸利率為6.49% 僅比上週略微高出0.02個百分點 雖然仍處於相對高位 但已經遠低於今年的峰值和去年秋天創下的20年來最高記錄 不僅如此 週三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也相當樂觀 是自2021年3月以來 美國物價的漲幅首次低於3% 這讓許多分析師對美國房市將會轉暖更加充滿希望 因為美聯儲下個月降息的可能性大增 抵押貸款利率也會隨之下降 雖然房價不大可能會下降 但房貸利率能夠降下來 對於許多購房者來說已經是很大的轉機 也許不久的將來 等待買房的人就可以以相對更低的成本 如願買到房產 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目前 正在競選美國總統的賀錦麗出生在加州 曾在北加州踏入官場 並在2020年就任成為副總統 對賀錦麗競選總統一職 北加州民眾有什麼看法?來看報導 在賀錦麗曾經工作過的北加州 上上下下對於她競選下任總統的看法不一 有人對她當選 充滿信心 她就有考慮這些民主的意義 我們有在開突思考上的問題 我們來到定調和了抑制 讓我們將所有美國人的政策提升抑制 當我們成為民主抑制者 我都知她她當時 是對人爽工 和和喬寶寶 互相戰爭 一位國會候選人 Kevin完成 對賀錦麗曾經在加州推動的政策 持不同看法 科普說 在前舊金山市長威利·布朗幫助下 賀錦麗曾順利當選舊金山地區檢察官 之後擔任加州州檢察長、加州聯邦參議員等職務 新唐人電視台《舊金山記者站》採訪報導 洛杉磯大都會運輸局週五發布的報告顯示 有超過40萬名學生註冊了Go Pass計畫 可以無限次免費乘坐Metro巴士和鐵路等公共交通服務 洛杉磯大都會運輸局Metro的Go Pass計畫 提供學生無限次免費乘坐Metro巴士、地鐵、火車等公共交通服務 週五Metro發布報告稱 已經有超過40萬名學生註冊了Go Pass計畫 他們表示通勤需求不應妨礙任何學生的教育 洛杉磯聯合學區的所有學校 以及124個參與計畫的公立學區、特許學校和社區學院 都向學生提供Go Pass 學校會向註冊這項計畫的學生發放TAP乘車卡和激活碼 學生可以在線上入口網站或打電話開通票卡 也可以選擇安裝TAPLA軟件使用虛擬TAP卡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今日中共國安部把鋼筆、打火機和餐巾紙盒等日常用品 都列為威脅國家安全的工具引發熱議 中共國安部官方微博8月15號發表文章稱 看似一些毫不起眼的小玩意兒裡面暗藏玄機 比如鋼筆和照相機裡面隱藏的鏡頭可能會成為間諜人員 偷拍射密文件的重要工具 打火機和餐巾紙盒、安裝竊聽裝置可以用來竊聽 它們可能會成為境外間諜竊密的工具 進而威脅中共的國家安全 說明現在中共獨裁專制統治面臨著一個前面的危機 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被人民顛覆、被推翻的這種風險 所以它們害怕到了一種草木皆兵的程度 中共從去年7月1號開始施行新修訂的所謂的反間諜法 隨後中共黨媒進行大理宣傳並鼓動民眾互相舉報間諜和特務 中國大陸媒體報導 一名福建女子因為她的男友不會唱國歌 將其當成間諜 舉報給相關部門一度成為外界的笑柄 目的要每一個人陷於一種自我審查 一種自我禁錮的一個狀態 以便於她更好的對老百姓進行專制統治 更好的收緊對社會生活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角落的管控 自從中共實施所謂的反間諜法後 外國企業員工在中國被捕的消息也不斷傳出 由於擔憂在中國從事正常商業活動而受到懲罰 外國企業不僅減少在中國的業務往來 甚至撤離中國 中共的那種治理模式它有兩個特點 一個就是警察特務治國 通過監視、通過恐怖去治理國家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所謂的互相監督 也就是說發動群眾、鬥群眾 那麼在這種治理模式之下 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會越來越少 市有經濟和外來投資的空間會變得越來越少 外資流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同時科技創新也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所以這個其實是共產黨自己在這裡作孽 它在自己給自己挖坑 所謂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新唐人記者唐瑞採訪報導 前中共聽級官員周先生 近日接受本臺專訪時表示 企業主在中國經常被罰款 難以生存 帶您瞭解 2022年末來到美國的前中共聽級官員周先生 向本臺記者透露 因為工作他經常看到企業主遭中共當局罰款 動輒數億元人民幣 還有一些有時候不聽的 乾脆就進去被出來了 查你 查你 企業那還不好查嗎 還有企業主在辦案人員調查期間被強迫留置 有時候關押2到3年才被放出來 留著期間 你想死你都死不了 周圍你想撞 那槍都是遠的 對吧 你上車水 你這些大便臉都看著你 你就是你睡覺 你一個指示 你手都放了 你就不能活動 就是折磨你 就扛不了 所以到裡頭之後 你叫我死去 快點就行 你寫什麼我都承認 你叫我幹什麼我都承認 他說 企業主被罰款 是因為中共給辦案部門提成 罰款它收支兩條線 比如說它發了一個億 它就繳到財政 財政一般都是有的55 有的37 一億給你返出7千萬 這3千萬給我哭 就期望返回國際經費 所以它有積極性 它呼籲中國人面對中共 不要卑躬屈膝 必須站出來反對它 我一個人站起來 那我就倒楣了 你一個人站起來 你倒楣了 你形不成一種力量 所以你就是大家都挺誇張 你看現在國內好多上坊都給你櫃子 櫃膝蓋就那麼遠 櫃子休 那不起什麼作用啊 你貴人起什麼作用啊 就是 所以這個奴性較強 如果大家都起來了 都來你反對你這個事 還是起作用的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玉潔 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最近幾天 加州聖地亞閣近海 出現一條罕見深海魚類地震魚的屍體 一起來看 一條12英尺長的銀色地震魚 上週末出現在南加州拉霍亞灣 美國加州聖地亞哥的 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在週三表示 這條有名黃帶魚的罕見深海魚 被一群浮潛者和皮滑艇愛好者發現 當時它飄在海面上已經死亡 魚類專家菲拉布爾說 這是自1901年以來 第20次有地震魚出現在加州海岸 這條地震魚會由海洋科學研究人員 解剖確定死因後做成標本 存放在斯克里普斯海洋脊椎動物收藏館 自古以來 生活在海洋深處中層帶的黃帶魚 傳說會在地質出現變動時 游到潛水區避難 所以也被認為是自然災害的預兆 巧合的是 南加州在發現這條地震魚的幾天後 洛杉磯地區就在週一 發生一場規模4.4級的地震 不過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指出 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 在日本黃帶魚擱淺 與地震沒有任何關聯 專家也表示 一般認為黃帶魚出現是跟迷路、受傷或生病有關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約希綜合報導 英國著名街頭塗鴉藝術家班克希 近來 在倫敦街頭留下一個 又一個讓人驚豔的動物作品 其中一幅剛完成就被偷走 一起來看 8月13日清晨 倫敦動物園的工作人員 被捲閘門上的精美塗鴉搞得有些晕頭轉向 畫中一頭黑猩猩掀開一塊布 放出一隻海豹和一群鳥兒 布裡面還有三隻好奇的眼睛 這是著名塗鴉藝術家班克希 連日來在倫敦街頭留下的第九幅作品 由於觀看的人太多 這幅作品當地時間週五晚間 已被倫敦動物園移除 並被妥善保管 以保證動物園大門畅通無阻 在九幅作品中 最早的一幅在8月5號亮相 是一隻山羊站在懸崖邊 懸崖旁滾落的石塊 讓人瞬間體會到懸崖的陡峭和危險 第二幅作品是兩頭大象 從兩扇窗戶中探出頭來相互問候 第三幅作品中 三隻調皮的猴子 吊在鐵路橋上悠盪 非常調皮 而第四幅塗鴉的經歷最坎坷 原本是一匹對著月亮嚎叫的狼 但剛畫完就被偷走了 另外的幾幅塗鴉作品 還有魚鷹 貓咪 警察站玻璃上的一大缸肥嘟嘟的魚 以及爬上汽車的大犀牛 每幅畫作都栩栩如生 與周圍的環境巧妙地結合起來 唯妙唯笑 班克西本人是個民意般的存在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只知道他出生於1970年代 1992年開始在家鄉布里斯托匿名塗鴉 儘管現在他的名氣已經很大 但卻從沒通過自己的塗鴉作品賺錢 尋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祝您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再會 請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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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